The saddest thing about betrayal is that it never comes from your enemies 被出賣最難過最痛心的 並不是你自你的敵人 而是你曾經最相信的朋友 今晚我就會講下鬼故龍蝦灣五花大榜 靈異事件 接著我就會講下小鷹鷹姐姐 她怎樣被人騙造艷星入行的經過 然後她的婚姻 以至到她差點被朋友出賣 被人輪她大米 最後壓軸我會講郭泰一位傳奇女子 多人被她出賣 這一集除了會看到很多人性的陰暗面之外 最重要我不是希望叫大家不要再相信人 而是叫大家日後戴眼識人 對於真心對你的朋友 你要好好珍惜 千萬不要因為被人出賣過 以後就對人失去了信心 對於真心對方 說到陰暗姐很多事情 說完陰暗姐 如何一次又一次被人出賣 我就會講回郭泰一個奇女子 如何又一次一次出賣她身邊的朋友 我沒有份了 我是旁觀者 我個人很聰明 因為我要做這條影片 當然我做很多fact track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內容更豐富 因為內容更豐富 因為內容夠真實 夠fact track 才夠豐富 去介紹一個傳奇人物 我自己最喜歡用這種方法 我看了很多影片和報導 才做今晚的直播 其中一個報導是說 才子阿陶傑也曾訪問過他 你也知道 因為阿陶才子 因為他本身不是姓陶 是畢名 但他不是人都訪問 你讓陶傑訪問的人物 也不是小事 但曾經有一個訪問 是陶傑訪問 但阿才子當然是說話 不是像我那樣 是非常精彩的 我將折錄了他們 這麼多訪問 這個也很興趣 大家都知道 陶傑姐 可能你們認識的陶傑姐 就是現在滿頭白發 一個臉腫 不太漂亮的老女人 但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她是在香港 開放以來很早期 打入國際影壇的知名肉蛋 以前我小時候 聽過家人說什麼肉蛋 我是聽不明白什麼肉蛋 直到我見到第一位的肉蛋 真的 那個迪娜 迪娜一定不會說 但迪娜遲些才說 現在說了陰陰傑 因為他最近有電影上演 他在邵氏的時代 已經成為一位性感的艷星 當時陶傑就訪問他 他就說 你那時候 你差不多是一本香港電影的字典 說陰陰姐 然後他就數了 他說 在邵氏的時候出了很多的艷星 就有這個 迪娜 陰陰姐 陰陰姐 聽聽聽聽 他說 這樣 胡錦也是 女人是這樣的 你如果說他的話 你要把其他跟他差不多有這樣的經歷的人 胡錦也有除了什麼 你只說他一個 但是陶傑 他可能就沒有看這個大軍閥 當時 陰姐說 胡錦也是 胡錦不是嗎 然後陶傑就說 他那些是 他那些是 蘇星 即是封蘇的蘇 但其實 不是封蘇的蘇 怎麼說 他是封蘇 但是胡錦在這個大軍閥裡面 你現在就算去Youtube打這個大軍閥三個字 你看回那段影片 胡錦是有在大軍閥裡脫的 還脫得好過人 哈哈哈哈 真的 喂 有人翻看又翻看 你不要問我誰 哈哈哈哈 你明白嗎 很好笑 然後 陶傑他可能沒有看 因為他太多書 要看太多事情要做 對不對 但我呢 早前我無聊 我就是會看的 然後 現在我和陰陰姐澄清 其實 胡錦也是有脫的 他也應該是艷星來的 所以 陶傑馬上去補獲 他說 艷星和蘇星有什麼分別呢 艷星是給我們有性教育的 但是陰陰姐 陶傑才子說話很厲害 他說 但是陰陰姐你兩樣都是 又是蘇星又是艷星 來 大家學習吧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然後 另外 他說 艷星教他們很多 就是陶傑說的 艷星教他們很多性教育 看全相的 說 陰陰姐 黃恩浩蕩 看吧 你們什麼都看 當然不是你說得這麼輕鬆 一架這麼多年之後 就可以說得這麼輕鬆 當時 其實 他要進入艷星的行列 其實有一殼眼淚 待會告訴你 現在說回 陶傑也在誇讚陰陰姐 他說 陰陰姐 你是令到小弟 能夠在戲院獲得最多高潮的女性 哈哈哈哈 你看 這些陶傑 才子就是才子 你讚人的時候 讚一位艷星 在你面前 說話 真的很有技巧 接著 他說 現在就不行了 然後 陰陰姐 他說 你應該會說 你現在不行 但見到我 你都起高潮 這樣說 然後陶傑 你也知道陶傑 他的眼睛很小 陶傑的樣子本身很色 哈哈哈哈 然後 好像不知所以然 看見到他 那 anyway 陶傑就問他 他說 你以前拍這麼多驗片 那你現在呢 不如給一些意見 剛剛 將會入行 做這個驗星 那些年輕的少女 有什麼 勸告給他們 怎麼可以 好像你以前那麼紅 這樣 陰姐 陰姐說話 是很好笑 她有陰物感 但是她的樣子 也給我感覺 她的粗口 字典 也是寫在臉上 如果你說陰姐 她是不說粗口的人 我打死都不會相信 哈哈哈哈 然後陰姐 她就說 喂 陶傑問她 你說現在拍驗片 行不行 然後陰姐 就說 你說我 哈哈 陰姐聽錯了 她以為陶傑問她 叫陰姐 現在拍驗情片 行不行 其實陰傑問她 想問陰傑 現在的少女入行 拍驗片行不行 然後correct了 可能剪了 但是我眼明 一看就看到 陰傑誤解了 陰傑問她 現在還拍驗片行不行 然後陰傑就說 不行 現在的年輕人太容易一夜情 對於性方面沒有什麼幻想空間 再加上香港能夠接收很多來自小的各地的資訊 在香港也可以看到荷里活 或者來自小的各地的情慾片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才進入這個行業 她說同時去到那個境界 在現時來說 香港的男子 男觀眾 她說 其實除了她自己不想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去脫外 其他所有的女人脫 她都是沒什麼所謂的 所以她覺得現在你說 走去 以前 譬如說 陰傑姐說 她說以前 那些人選美 譬如你入了10名之內 有少許名氣 但你又選不到三甲 通常導演都會用盡不同的方法 去騙女生 拍三甲片 但現在好像她剛才說的情況 所以不行了 她說 好像是陳果 找一個三夫裡面的女主角 即是那個女演員 她都要找了三年 找三年 可能你又要狠脫 因為那個人也是在內地的戲劇學院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說 第一套電影在香港就想脫 她都要說服她很久才能找到她的女演員 拍這個三夫 這裏就說她和陶傑的訪問 另外就說一下 陶傑問她 其實你入行這麼多年 你最感激是有沒有誰是你感激的 鷹鵝姐說了她要多謝李韓祥導演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淵源就是跟她爸爸 鷹鵝姐的爸爸有關的 為什麼呢 在1995年的時候 因為鷹鵝姐本身是1950年出生的 1995年 鷹鵝姐只有五歲 她爸爸有份投資一套電影 在那個訪問 她和陶傑的訪問之中 她沒有說 但是我在其他文章看到一句字眼 就是當時她的爸爸 是國民黨的空軍軍官 當時有一個演員就是李麗華 如果你有這麼一年多 你一定會聽過李麗華 等於萬玉那些 那麼好戲 又影后 因為第二道的報道 就說她爸爸想追求這個演員李麗華 但是陶傑和陰傑的訪問 還沒有提到這件事 不要緊 我給多一個選擇 如果不對的話 不要怪 我只不過供給這麼多資料 你們去參考 她說當時他們家裡很窮 但是因為爸爸是國民黨的軍官 有人叫她去投資拍電影 因為她覺得 就針了一個很紅的演員 叫李麗華 當時李麗華 獅子開大口 就說 你想找我拍這套 叫做雪女紅這套電影 她開了一個價 她說如果你八萬元 當時的八萬元 是很多很多錢的 她跟小英明的爸爸說 小英明當時很小 五歲 當然是小女兒 不會有權在家裡做事 留下誰呢 就是她爸爸和她媽媽 那些錢怎麼來呢 就是她媽媽在內地的親戚 就是有八萬元 她爸爸就回家哄她媽媽 喂 李麗華 如果我們拍得投資這套電影的話 一定大收黃場幾倍 她媽媽就信了李麗華 因為她媽媽也是很喜歡李麗華的 把這八萬元交給她爸爸 就去投資拍這套叫做雪女紅 開拍了 由於在拍攝的時候 她爸爸就是被人拘捕了 因為政治的問題被人拘捕了 沒有辦法了 但是在拍攝 拍攝的時候 他被這套電影其中的那些拍攝 就是吞了這套電影 你爸爸就跑去坐牢 人家之後那個電影就回了幾番 是真的 好了 到了欣甘姐大了的時候 她就聽她媽媽說 她一生都討厭李麗華這個人 騙了我這八萬元 然後欣甘姐 現在說回來 她覺得這些就是命和運 欣甘姐這個人很有智慧 而且她是很看得開的 她覺得這些很多事情都是要整定的 你不要繼續斟酌 經常說李麗華怎樣 壓這些是命運 有時候不能說 是你就是你 不是你就是你 而這個李麗華 叫做小咪姐 當時李麗華 答應她爸爸拍這套電影的時候 她也開出一個條件 是好像瀏覽她的爸爸那樣 你給我百萬元 我才肯拍 然後她還要瀏覽她 當時那個 連副導演都不如 那個男人 叫做長毛 和普通一些集工 長毛 即是PA 連副導演都不是 但是李麗華就很欣賞這個年輕人 就跟小咪姐的爸爸說 他說 你找這個人做導演 做這套雪女紅的導演 除了百萬元之外 我的條件就是要這個年輕人 跟我拍這套電影的導演 然後 當時這個年輕人 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連副導演都沒有做過 你現在這麼大的投資 你又給他做導演 很奇怪 但是不行 因為這個李麗華 是堅決要這個人做導演 好了 之後真的拍了出來 而這個導演也是流芳八世 就是李漢祥 為何要謝謝李漢祥呢 由於李漢祥知道 是他爸爸有份投資 但是他爸爸這樣遭遇 之後就被人抓了 然後就沒有得到這套片的任何利益 這套片就被其他partner吞了 所以李漢祥知道 除了要感恩李麗華給導演的位置去做 另外就是這套電影的 這麼不幸的其中一位投資人 就是邵欽欽的爸爸 所以一直以來 李漢祥導演也是在電影圈裡 是很幫助邵欽欽姐姐的 所以他覺得到今時今日 他接受陶傑的訪問 這麼多年之後 他也多謝這位李漢祥導演 好嗎 我喝一口水 然後再說 這個是說他爸爸李麗華和李漢祥 但是欽欽姐這麼多年來 最感激的一個人就是李漢祥導演 下一段我就會原原本本說 究竟邵欽姐姐的成長背景 讓我喝一口水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